第138集 傻大哥提着的僵尸脑袋长满了白毛 打张着嘴使劲的一晃 就会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哭泣声 让人听了呀 兴亡一起咎 我赶紧的求傻大哥说 哥你赶紧放下吧 我听马兹大爷说过 不光要尊重人也要尊重鬼 你不尊重鬼鬼就会报复你 刚才的小鬼孩掐你的脖子就是报复你 和傻大哥这个计吃不计打大二愣子在一起 就得说着点 因为他随时都会干出作死的事情 傻大哥这回好歹算是听了我的话 把那个脑袋放回去了 我们举着火把再往前一走 发现牧师的中间居然是一个八角形的池子 在池子中间有两座棺床 一座棺床上放着棺材 另一只棺床是空的 再朝池子里一看 棺材已经散落在了地上 几块棺材板散在地上 没有看见棺材盖和两边的侧板 棺材好像被水泡过 下面有些泥泞 两具穿黑衣服的骨架倒在旁边 在泥里还躺着一具穿着手艺的女尸 女尸已经腐烂的看不清面目了 活把一招非常的瘆人 看两个人死的样子和服饰 应该是盗墓的 被同伙黑吃黑杀死了 盗墓这一行是八人的祖坟 是一件损应得的事 一般情况下极为秘密 一起的也都是信得过的 但十个盗墓贼十个贪财 所以私逆赃物的现象 在盗墓圈屡见不见 圈内行话管着一行为 叫做吃私 吃私与土匪圈内的吃黑 是一回事 是严厉制裁和禁止的 古代盗墓圈内 有很多可怕的行规 处理吃私者便令人恐惧 吃私若被同伙发现了 下场都会很惨 通常是被弄死 叫什么成帝仙 如果建材起义 把同伙弄死在墓室了 这个叫埋活种 总之因为盗墓被同伙害死的 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我们在池子边上看那个棺床 棺床就是用来安放棺果的底座 建造材料并不固定 可以用砖砌成 也可以用石料 包括玉石或者木料等制作 两座放棺材的棺床 是用几块大石头垒成的 上面刻着精美的花纹 棺床棺材有三尺多高 和池子边平行 分三层 每层的纹饰都不一样 这时傻大个子 从池子边上 跳到下面的一块棺材上 我看到傻大哥这样 赶紧地问 哥 你干嘛跳下去 傻大哥说 我看看 这下面有没有好东西 咱们不能白来一趟 万一有剩下的好东西 我们拿出去卖了钱 好盖瓦房 娶媳妇 说完呢 就用手去拽在泥水里的女尸 俗话说得好啊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傻大个又开启了作死模式 傻大个站在棺材板上说 小东弟弟 你傻呀 咱们找好东西 这样的墓室 陪葬瓶老鼻子了 来 快下来 我们一起找 我站在上面 看着那里的死人 心里害怕 不敢下去 这个坟墓里 处处透着诡异 一般放棺材的 都是平地里放棺床 可这个 偏偏弄了一个池子 那个池子的形状像是八卦 八卦 笔邪震杀 坟墓里 一般不弄这种布局 分明是想震住那两具棺材 这样的布局 说明棺材里的死者 死的时候 肯定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才会用到这样的布局 我想到这里 拿着火把 朝八卦池里看去 池子里的两具骨架呀 已经完全腐烂了 只是两具枯骨 他们当时 也许正做着发财的梦 被同伙 黑吃黑 杀死在坟墓里 这样的枯骨 肯定不是僵尸 顶多是两个鬼 而那泥水里的女尸 却不一样了 好像 还没有烂干净 身上沾满了泥水 女尸的身上 穿着蓝色的手衣 由于上面沾满泥水 已经看不清上面的花纹了 头发散在泥水里 张着嘴 望着天 眼窝深陷在里面 双手搭在身上 长长的指甲 看上去十分害人 傻大哥让我下去 我不敢下去 傻大哥又笑唬我胆小 这狗儿的 竟然是个没有鸟的男人 以后找不到媳妇 我那时候小啊 脑子就是一根筋 最见不得的 就是激将法了 被傻大哥这么一说 心里来气了 对傻大哥说 你才是没有鸟的男人 谁说我不敢下去了 说完 我就要往下跳 这时 大黑拉住我的裤脚 不想让我往下跳 我弯腰把大黑推开 直接跳到泥水里的棺材板上 傻大哥说 那个 这就对了 不过咱先说好了 找一件归我 找两件归我 第三件给你 奶奶的 傻大哥这个事玩不讲理啊 在坟墓里 不能和傻大哥讲道理 要是能出去的话 我有我爹和麻子大爷 到时候不怕傻大哥不讲道理 想到这里我就说呀 哥 我不要 找到的东西都是你的 傻大哥笑着说 这就对了 本来就全得归我 来 帮我拿着火把 我找找 有没有漏掉的东西 说完之后啊 就把火把递给了我 让我帮着照亮 他蹲在棺材板上 就开始在尸体衣服上摸东西 死人的衣服里啊 下葬的时候都会放许多的东西 我看着肾的话就转头不去看 傻大个摸了半天才说 奶奶呢 摸了一手臭 啥都没有 接着站起来 做出了两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走到那两个黑盗墓贼的跟前 朝着两个骨架骂了句 哼 你哪来的 太不是东西了 你们到墓的时候 好歹也给我留点 我让你们不给我留 我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说完 朝着两具骨架就是两脚 这两脚下去 直接把两具骸骨踢得散落成一片 其中一个骷髅头落在泥水里 仰着头 那空洞的眼睛好像在看着我们 傻大个看到这里 一脚把骷髅头踢飞了 嘴里骂道 奶那个熊 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活人我都不怕 还怕你这个死东西 我对傻大个的作死行为 直接就无语了 这时傻大个忽然从棺材板上 跳进了泥水里 对我说 走 咱们到那具棺材看看 也许那具棺材里有好东西 池子里的泥水是黑色的 傻大个站的地方呢 冒着黑色的气泡 反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臭 我看到这里呢 坚决不去 转身顺着棺材板往岸上跑 傻大个一把把我抱着说 你跑啥 你得过去给我帮忙照亮 说完抱着我 踩着臭气熏天的泥水 到了放棺材的棺床前 把我放到上面 他自己也跳到了棺床上 我顾不得我鼻子了 我顾不得我鼻子了 在上面拿着火把 砍着幽黑的棺材 棺材就寓意着死亡 是死人才有的东西 棺材盖并没有密封 高高的棺材几乎到我的脖子了 让我感到无形的恐惧 这时大黑叫了两声 忽然一个纵身 跳到了我的身边 棺床锯池在边 大概有两米 大黑身子灵活 竟然一下子跳了过来 我摸摸大黑的头 有大黑给我撞胆 我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害怕了 这时傻大个儿走到棺材的前面 看了看棺材板 准备用手推开 那棺材板足有半尺厚 少说也得几百斤呢 傻大个儿推了一下 试了试 竟然没有推动 这时傻大个儿嘴里骂了一句 然后活动了一下胳膊 他的胳膊比我的大腿都粗 可以清楚地看到肌肉疙瘩 感谢观看